中文字幕——YK 跨省作案 王妃到底能往什么地方逃窜 前面是紧挨着一条老市区 可以说来吃吃吗 空间狭小 挂步艰难 武警官兵怎样迎接挑战 中国武警底下谋出 阳县抓捕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中国武警 您现在看到的这组照片 是在陕西省阳县的一条小街上拍到的 那么这些路人停下脚步 非常好奇的向这家旅店那张望 那旅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您别着急 这事还得从四川省广源市的一座茶楼说起 2009年11月26日晚上8点多钟 四川省广源市的一座茶楼里 来了两个男客人 他们既没有落座 也没有点茶 而是向茶楼老板刘月勤 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他哪天两个客人进来 就说他要带出去 他直接在外面消费 他说他要带出去消费 陪客人活酒呀 这些 以前也带出去 我就这样出去了 就这样 两个陌生男子以陪酒的名义 给了老板刘月勤三百块钱 并带走了服务员大媒和二媒 然而 这两个女孩一走 就再也没能回来 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两点 忐忑不安的刘月勤 才接到了大媒的一个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 他说 他说不晓得 我说你具体位置晓得吧 他说不晓得 我说那 我说你说话不方便 他说嗯 我说那你给我给他 他就把电话挂的 这个电话把刘月勤吓得是目瞪口呆 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这电话又响了 这一次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个男人正是昨晚给了他三百块钱的那个人 此时他命令刘月勤往一个银行卡上打五千元赎金 否则就让他再也别想见到两个女孩 很明显两个女孩遭到了绑架 也就是说 从昨天晚上开始 刘月勤就掉进了绑匪设计的圈套 由于犯罪嫌疑人只在茶楼停留了十几分钟 所以尽管专案组进行了细致走法 但最后排查到的线索却并不多 为了稳住绑匪 他们让刘月勤吻两字往赎金卡里打了两千块钱 经过我们的调查 能够确信对方应该是两至三人以上 驾驶了一辆黑色的桑塔拉 还有就是这个报案人 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引念卡号 现在据我们现在初步掌握的救责这些信息 俗话说磨高一尺道高一丈 广员警方经过多方努力 最终还是发现了绑匪的踪迹 刘月勤报案后的九个小时 专案组在高科技侦查手段的有力支持下 已经从四川省的广园 追查到了陕西境内的城固 19个小时后又从城固追查到了一线 最终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锁定绑匪就在我们节目开头看到的那家小旅馆内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冒然心急 在最终因为作为邦奖案件 我前期工作只做得很相当很好 在最后最关键的一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造成了认知 死亡认知受伤那种事件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慎慎慎慎慎 考虑到我们前期出差的这个命迹不多 我们寻求了这个阳县武警总队和这个刑警的支持 我突然接到这个公安机关的电话 说是有一起跨省绑架案 这个往常公安机关通报我们的协助抓捕 一般情况下我们出去都是至少一个班 8到10 这一次必须仍然少 而且要精 要求第三名战士 主席会议师武警汉中支队的训练尖子 曾徒手抓捕过特大杀人犯 今年以来 他所带的中队已经配合当地警方 圆满完成了四次抓捕任务 这次上阵他挑选的三个人 是一班长李德宝 三班长郭成长 和一班副班长高一航 当时我们去了一看 其实那个地方就是咱们阳县一个招待所 是由这个酒店改造的招待所 它这个地形呢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前面啊 有是警呐的那个街道 车水满楼 后面呢 一大片民房 那个犯罪分子 窗户跳下去 很容易走后面这个 逃跑 最主要的还是在内部 房间和房间那个距离特别窄 房间呢特别小 不便于我们抓捕 看来绑匪是有意选择了这样一个 既可藏身又有退路的地方 而且根据侦查 他们把两个女孩控制在二楼的204房间内 如果有人靠近 他们凭借位置的优势很容易觉察 我们面临的困难呢 一个呢 我们不知道这个房间里面有几名罪犯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不能确认犯罪分子在不在凶器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如何进去以后抓捕罪犯的人不能 因为他这个房间确实比较狭小 犯罪分子要比我们和这个人质的距离要近的多 如果说我们一旦进入房间解救这个人质的话 如果说有两名犯罪分子 一名犯罪分子和我们搏斗 那么一名犯罪分子控制人质 给我们这个解救就造成了很大的被动 显然要想完成抓捕任务 必须有一个绝妙的方法 这个方法还必须能够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那么杜碧辉能想出什么对策呢 据这个老板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他里面房间里面有一个这个小电脑 可以看电视 而且也听到了电视的这个声音 如果说当时啊 里面有一名这个罪犯 那么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断电 把电断了以后呢 他这个罪犯 他出来要看查明原因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罪犯和人质那就分开了 我们可以就把他直接抓捕了 如果说里面有两名罪犯的话 起码呢 他应该走出了一名 我们就可以这个 把他们各个击破 这样呢 人质的安全 这个系数 他也就提高了 可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而且很快进入了实施阶段 但是结果 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大概过了十分钟吧 里面也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也没有人走出来这个查明情况 就这样 大概过了十五分钟 大伙期待的有力战机没有出现 但抓捕行动刻不容缓 因为多一分钟 被绑架的两名女孩 就会多一分危险 于是杜碧会决定 采取第二套方案 主动出击破门抓捕 因为听这个老板这个介绍 就是 他们这个住进去以后 就再也没让服务员进去过 连那个打扫卫生都不想进去 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把这个房 能开个开个门缝 我们就制定了 就是要根据这个开门缝 这个机会 然后破门而入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万无一失 杜碧会事先带着三名战士 在结构相同的房间 做了详细的战术安排 下午两点十分 杜碧会在对配合这次行动的女服务员 进行了一番鼓务员之后 开始了行动 给你们换个热水 紧接着我就听了 有这个声音向这个房门靠近 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服务员轻轻地推开了 然后让开 然后呢 就憋着一股劲 当听到这个锁子 他刚开的这个一擦来往 还没有这个刚开往后一条缝的时候 然后我一脚就把这个门给踹开了 当时我看见就是一个罪犯 然后他可能马上看见我了 然后反应过来了 反应过来以后 他迅速就是扑过去拿那个电警供 我一看这个拿东西往这边扑 我一看着桌子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电警供 就要拿 这个时候 你想我哪能给他这个机会啊 所以我都带那个 我带警供 一警供朝他右臂挥过去 打掉他那个电警供 然后呢 一个前灯将那个罪犯 蹬到这后 向后退了进步 列车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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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班长 李德宝 他已经冲进来 李德宝 他已经冲进来以后 凶手下去以后 两腿都起起来 把他给扔倒在地上 吴风站 控制了他这个两臂 我们将这个罪犯控制了 高一航来 冲到了里面的这个 卫生间 发现没有人 我才发现了 这个罪犯 大概有40 40多岁 两个 你眼睛是 血红血红的 当时我们制服的主犯以后 就听到两个小女孩 在那哇的一声哭了 我看到确实是非常可怜 非常的憔悴 然后我把他们的棉外衣递给了他们 我说 你把这个外衣穿上 这样更暖和一些 他们听到我这样一说 哭得更加厉害了 他们很保利 只要稍微一步对劲 他们就要永久抓住我们 而且头发都削掉了 而且他没有点过点我的手 身上都点不过的 又怕了 都能死 一笔死在那个手里 感力经磨难 但两个女孩终于获救了 那么绑匪到底是什么人呢 经过突审 警方确认被抓的这个人叫杜耀国 今年42岁 是陕西省城顾县人 他平时不仅游手耗贤 而且还犯有前科 是这一次绑架案的主犯 他还有两个老乡同伙 分别叫谢林和姜维 非常狡猾 问他什么 他都不直接告诉你 他就是绕着弯着 反正就是不说 后来公安人员过来之后 找到了他们一些证据 他把女孩子都糟蹋了 非常的可恨 在人证物证面前 杜耀国最终交代 这次绑架他们蓄谋已久 26日下午 他们从陕西省来到四川的广源市 经过踩点 选择了女服务员比较多的娱乐茶楼 做完后 他们乘坐谢林的桑塔纳轿车 当晚逃到陕西的城购县 27日又转移到阳选 没有想到 28日下午就被抓到 他们这次绑架的目的 不仅仅是敲诈刘月勤 五千块钱 他们还要逼迫两个女孩 买身体 为他们赚钱 这样的恶匪不除 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但是杜耀国的这两个同伙 恰恰这次漏网了 那么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在干警和官兵来这里之前 谢林和姜维离开了旅店 至于他们去了哪 杜耀国说 不知道 也记不清楚 他们两个的手机号 难道他们听到风声逃跑 可是他们做外用的桑塔纳轿车 还停在旅店附近的马路上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两个女孩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们听有可能这个去上网了 说是这个房间的网速不快 可以上网 但是网速不太快 他们可能出去上网了 两个女孩的话 让人马上意识到 如果谢林和姜维真的去上网 那么他们也许还不知道 杜耀国已经落网 他俩或许还在网吧 或许还有可能回到旅店 于是大家立刻清理现场 我们片头看到的这组照片 就是这个时候拍到的 因为当时这个宾馆周围 也详细地围绕 也有不少人 还有这个宾馆里面 还有住宿的人 他们也可能 听到这个响动也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给外面人说 不要看了 大家不要看了 拍电影没什么 拍电影已经完了 没啥事了 散开吧 没有什么事情 接下来官兵和干警们 迅速分成三个行动小组 第一组潜伏在旅店 守住待兔 第二组到县城各个网吧 查找谢丁和姜维 第三组盯入作案用的 桑塔纳轿刺激抓捕 当时杜碧辉是第三组 他带着一班副班长高一航 埋伏在距离桑塔纳轿 不到六米远的一家彩票店内 几名便衣公安 也埋伏在前进 可以说 就是给我们机会 可能就一次 因为他这个车在外面 周围的环境也特别的复杂 如果说这个人就是罪犯 那么我们出去抓住了 那可能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说我们出去抓错了 可能打草惊蛇了 在这种情况下 直觉和判断力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凡是靠近车辆的人 只要和杜耀国两个同伙的年龄 衣着等特点相仿 都是被怀疑的对象 所以杜碧辉和高一航 有好几回都把新提到了嗓子眼 但是都没有出现情况 就在他们刚要喘口气的时候 一个年轻人走到了车旁 停下了脚步 当时我特别紧张 我就问队长说 队长是不是这个人 队长说 再等一下 再看一下 这个时候哪个人就把手插进了口袋 我急了 脚马上就要冲出去 为什么 因为一旦他把车钥匙从口袋掏出来 在公道车里面 我们再抓他 那都不好抓了 他说把车开起来 再抓他 他这撞伤撞死多少人 就在这紧要的关头 杜碧辉挡住了高一航 他让高一航注意观察那个人的眼睛 他说 如果是绑匪 那么绑匪的眼睛 无论如何 也会流露出点异样的东西 果然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人的手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结果不是钥匙 而是一包香烟 然而 就在拿烟的人和赶上来的同伴 更要离开的时候 马路右边竟是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 还没等到杜碧辉和高一航反应过来 这个人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钥匙 并企图打开车门 正在他这个开车门这个时候 我马上 这个大佬马上意识到 我说 这就是我们要抓捕的对象 就在他把这个门打开 一擦了 准备要开门的这个 这次抓到的是绑匪谢林 三十四岁 他是绑架案的二号人物 与杜耀国不同的是 谢林原本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 自己还曾经拥有一座酒楼 但是赌博让他毁掉了一切 于是他和杜耀国江维勾结在一起 妄想黑道生财 据他交代 他和江维到网吧 是想查看银行卡上的赎金 并且被转移当款 他出来的时候 江维仍然在网吧 江维所在的这家网吧规模较大 而且又赶上周末 上网的人非常多 为了不打草惊蛇 杨军让班长吴红湛 把住楼口 自己先到各个大厅巡视 很快 一个符合江维特征的年轻人 进入了他的视线 我坐他面前 我首先就去 我能爱他 因为我当时准备诗诗传话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男子 当时是这个 回国头的考验 很自然的考验 他说你凭什么问我 从这一点 我感觉作为这种 作为我们感觉 就不太符合 他的这个 很正经的这种 这种回答的这种情绪 不太符合这个 是一个 正在主乱的 而且正在主义这个 暴力犯罪的 安全的陷阱 这种迟疑让杨军 放过了这个年轻人 他再一次巡视大厅 那我又继续 这个为了这个 王八 你走了一圈 确实就没有 第二个 那第三个 符合这个特征 那么这个事 我感觉 刚才我我遇到个案子 空了就是小伟 然后我给他们的 无尽兄弟 十分眼神 然后我就过去找个电脑 让埋伏在那 过了一会儿 杨大队 直到我 接近我旁边的一个年轻人 他过去 拍打了一下 韩生 江伟 那个小伙立马站起来 反正特别迅速 然后他顺手 拿着旁边一个手机棒 就像杨大队通上砸 我倒是已经站在 那个小伙面前了 过去就是一个个道 顺势一个主机过去 张 那玩 一下打倒在地 前后不到五秒钟时间 还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 反正他已经我们压走了 江伟23岁 是绑匪中最年轻的一个 据说从小聪明伶俐 脑瓜好使 但这一次 他显然是用错了地方 据交代 他之所以跟杜耀国和谢霖 搅在一起 是想让这个曾经风光过的谢霖 帮他找熟人贷款做生意 结果贷款生意都没有赢 却得到了一副冰冷的手铐 这真应了那句话 骇人如骇计 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三名绑匪全部落网 两名女孩安全获救 可以说 武警阳县冬队的官兵 配合警方 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圣战 这期跨城绑架案 最终 连不到26个小时的战绩 温网告破 今天的故事到这就要讲完了 在结束之前呢 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 这是两个女孩 写给自己救命恩人杜碧辉 和三个班长的感谢信 那么其中呢 有几段话呀 我想给观众朋友们读一下 在我们的记忆里 你们冲进屋里的身影 将永远定过来往的心里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同时这段经历也时刻提醒我们 日后做人要自尊自爱 不要让坏人有可乘之机 好 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记住后面的这句话 让坏人没有市场 让悲剧不再重演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